语曲第一章第十节 看来我今天纳理在列邦列局之上 我要施行拔出责位 位坏傾覆又要建立灾值 但是现在是一个事实 你知道吗? 我们是在一个多大的福分里面 我们和其他教会一起在这个时代当中存在 他有他们的历史 我们有我们的历史 他有他们的主日信息 我们也有我们的主日信息 但是这几十年到今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的带领 是不是其他教会都可以有共同的福分呢? 很明显不会了 因为这个不是有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就围着石安港的信息传 而另一个世界就围绕着另一间教会的信息传 然后如果有20万间教会的话 有20万个世界围绕着20万间教会的主日信息传 不可能的嘛 你知道这个世界只有一个 如果围绕着一个教会的主日信息传 他就不可能围绕着其他全部所有教会的主日信息传 是不是? 但是问题就是 原来教会可以做到这样的一段时间 你想清楚 原来现在在我们身上经历的事情是多么唯一 是多么独特 是不是? 而实际上我们是没有使道和预言 这个世界所有能够被震动的都震动 现在是不是震动着呢? 你现在听这套信息的时候 本身你是在见证着一件惊人的事件 一件基本上是 连使徒才知道都在等着见证的一件事件 但是也是在这个时候 亦有无数的依徒和教会和这些所谓的牧师 去糟蹋这个机会 他们有机会见了 已经是很多人都很感恩 但是竟然这群人知道那间教会是哪一间 知道那群人是哪一群人 而他还要立志去逼迫他们 就算要误猎他们 捏造一些虚假的方言出来 他都要攻击他们 你见不见那群人是多么大的我? 当然在他们那群人说我只是攻击一间教会 我只是攻击石安教会 但是问题是很可惜的 就是他不知道石安教会是全人类历史有的价值 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事 是顶尖你亲人见证的 但是同样 这个也是所有我们的敌人的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因为实际上大家都经历过 如果你恨一个人 你希望很多事都不要照着这个人说发生 很多事都不要使这个人得祝福 很多事都不要使这个人怎样 不要让他说中 但是你记住 我们生一个人的时候 那个人是区区一个人 他可能是是非 哪个儿子哪个女儿乖还是不乖 但是我们不是在说人的是非 石安一开始 是说历代历世以来信徒应该有的榜样见证 我们也照着历代历世的信徒应该有的榜样见证 走到今时今日 现在很多人是因为怒恨我们 他已经不希望我们说的东西 但是问题是 他们没有想过 带领他们这样想的东西 那是魔鬼 因为他在有生之年 如果要攻击 还要攻击石安教会 他们还是神所高在这个时代 在历史上 所见证的一个 这么辉煌 这么伟大的一个大灵和呼召 他们还要用小姐脾气 礼横折谷的方式 想着攻击开就继续攻击 有什么所谓 世界也是这样发生的 但是现在世界围绕着石安的信息转 已经是可以说 就算连外面听信息的人都已经发现这种东西 很多人的网址 只是讨论我们关于经济的时事追击 这些信息 他们发现那种准确性 你知道吗? 所以你想想 那些人在人类历史当中选择了 是最严重的就座 在他们永恒生命当中 所以你现在明白 为什么当年神已经跟我说 逢亲跌倒的攻击石安 你叫鼎子们千万不要接触他们 因为他们将会 就算跟他们 大家说几句话 都随时犯了蝕续圣灵的罪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教会 现在你看到 究竟过去三十一年里面 每个主日的信息的带领 是不是圣灵的带领 是不是圣灵的恩高 是不是圣灵的声音呢? 当然是 但是明明是圣灵带领 你还要泄逐他 那你便是泄逐圣灵的 是不是? 但是有些人就说 你这么严重啊 我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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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石安是说积极的东西 但问题是除我自由 没错是除他自由 但是问题是 竟然回到一间这么好的教会 这些人都选择败坏 OK? 当然了 更加有些人士兴起 导致他们借势地做这件事 结果我都保不住他们 因为有这么好的教会了 有这么好的教导 有这么真正的同在了 他们都不需要真而重置 亦不知道分开什么叫做悲战 什么叫做贵重 而到最后 甚至因为兴起一些东西 甚至那些东西都跟他们没关系 那件事是人家作出来 凭凶涅做的东西 他们一起去试续圣灵了 这样就没得救了 那些都不用玩了 那些施族圣灵的人 根本都已经不用回到什么教会了 绝对就已经是 按着主耶稣说 今生来世都不可以得救了 所以变了 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都在灾在跟大家说 神跟我说 那些人都不用再指明到圣灵 这个一定是施族圣灵 说这句 一定是施族圣灵 给他有个机会回到其他教会 自己欺欺人过了这一生 因为他只有这一生 他没有永生 他最好希望在世上 有这么长寿 因为他一闭上眼 他等着他 就永远审灵 事实上现在你就明白 这些人 因为他已经是涉族了圣灵 你记住他涉族了圣灵 无论他做什么都不能夭书 因为这是主耶稣说的 所以变了 他只能够继续坚持 他是对的 我没有涉族过圣灵 石安没有圣灵带领过 OK 但问题 他是自欺人而已 我提醒你们 你千万不要去信他们 然后你也说完这些话 你说完这些话 你是不归落 你不能回头 因为就如我所说 不要说是涉族圣灵 在我生命当中 连一句消极的说话 或者是消极的思想 都不让我自己去想 你想想有些人可以 到什么阶段 我把口扬我控制 我终于说什么都可以了 那就玩完了 等于一个人 他们不是回去以色列国家的 但当他们有机会 游历以色列 而在旧约的时候 亲自见证到自圣所 见证到这个汇幕的存在 原来他说 自圣所 圣典汇幕 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都没有分别的 我照冲入去自圣所 我照涉族圣地 那你猜会怎样 就是击杀 对不对 因为那里真的跟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不同的 那里是神的同在显现的地方 就像石安 我们这间教会 由开始 微小的开始 但这个微小开始 岂不是一年接一年更加证明了 我们就是神的恩高和圣灵 是一天都没有偏差 31年都没有停过的主日信息 每个星期都在带领人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 看我今天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 唯要私人拔出拆位 毁坏庆福 又要建立灾籍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 念记住 给我 心恩 护分 人生 能 参照你 深习分 是你 玩着我手 结果 错 白 与一关 你的爱 最信 实 最可散 心明年 变十家恩惠 一生真行 人生 从平淡变奔纷 女人情 没有千言 在我 耐心 乐意 谁将你 远着我 共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